Hello大家好 我是北歐德快樂的農民 今天在機舍裡工作了一天 現在稍微建立點效果 看著好多了 以前這邊有個櫃子 我給拆了 因為非常破了 然後我把櫃子邊緣放在這邊上 然後這割了一個小棚子 他們可以拿這個土在這洗澡用 這裡邊變化的就稍微大一點 我把那個貓房子給搬過來了 然後建立一個機舍 然後那個也是三角形 這是兔子的房子 我也給他建立一個機舍 然後這個有個箱子嘛 那個板子我給拆下來了 放在這裡 因為我這個機舍裡非常泥泞 我踩在這個上面就沒事了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以前的一個貓的房子 然後弄了個台階 讓它上去 然後墊的稍微高一點 因為我不想讓它太濕 它本身上面就有這個防水的 但是我在上面又放了一個 就是塑料的一個 我搭的一個盆 這樣就萬物一濕了 水不能進去了 因為夏天不要快到了嘛 我覺得他們應該稍微的 都在外邊待一下 所以房子呢 我把這個給關上了 不讓他們進去了 我想讓他們在這裡邊活動 然後天天的在外邊活動 因為現在已經開春了 所以我把這個買了一二手的 這個裝兔子的籠子 然後我把它改裝了一下 現在雞 然後這個台階做好了 然後雞可以住在裡邊 這裡邊呢 我想要烏雞 烏雞在底下住著 我想讓他們搬進去住 我把底下好好打掃一下 所以我想著這裡邊呢 種五隻雞 我給它搭了一個架子 它可以在架子上睡覺 這裡邊呢也住五隻雞 然後這裡邊也有一個架子 他們可在架子上站著 然後睡覺 我把水桶已經挪外邊來了 他們都可以自由的在這喝水了 不用在屋裡乾了 這邊的雞呢沒有變化 但是呢我拿了一隻雞 從這個大的那個十二隻雞裡 拿了一隻雞 所以這邊是五隻雞 住在這房子裡邊 覺得有點大 我會再拿過了一隻雞的 這個房子裡邊呢 可以住幾隻雞 但是現在就這種淺色的雞 他們倆在這住了 我這個底下用的都是玻璃 因為玻璃呢我很好打掃 因為裡邊很髒 我拿那個瓜子一刮就下來了 這玻璃底下能透明的 能看見雞在底下 所以我這個兩個 就為了我工作方便起見 我都搁的是玻璃在底下 這樣呢 即使有老鼠的話也進不來 因為那玻璃很硬 它根本就逃不了洞 然後我還容易打掃 幹點木工活就幹很長時間 但是呢今天的計劃已經完成了 這個計劃已經在我腦子裡想了 很長很長時間了 因為這兩天休息 所以呢能有時間來實現 好了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